十日后 轩辕仙城内城 轩辕仙城中央地带 掀起缭绕之中 屹立九十八座直插层层云霄的仙山 在这片浩瀚的群山之间 有一座仙山鹤里基群 便是城主居住的轩辕圣山 轩辕城主并未居于城主府 而是常年在轩辕圣山之间修炼 金碧辉煌 气势辉煌的城主府邸 则位于美轮美奂的轩辕圣山半山妖处 一束光芒迎着夕阳在苍穹中滑落 在城主府门口停了下来 门口两名伐仙境十二街的侍卫 便朝来人毕宫毕竟行礼 张管事好 嗯 我大哥可在府中 回禀张管事 老管家在府中 张义涵闻声便迈入城主府之内 张义涵的亲大哥正是城主府的老管家张义忠 张义涵穿梭在府底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之间 直奔张义忠的楼阁 义忠阁 他笑着走入阁楼内 静止来到二楼大哥的房间内 大哥 二弟回来了 二弟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哈哈 二弟探望大哥 还需要什么风吗 一名先锋倒鼓的老者 徐徐睁开双眸 起身下榻 大哥 境界提升了吗 唉 二弟 无论大哥如何修炼 可始终无法迈入炼仙境十二届 大哥我困在炼仙境十一届 已经整整五百先年了 看来是无缘突破了呀 大哥 扶下试试看 这是炼仙丹 这居然是极品的炼仙丹 二弟 这是真的吗 可是这怎么可能啊 炼丹工会不是说找不到 代替炼制极品炼仙丹的仙药了吗 好 我明白了 是炼丹工会找到了 代替的仙药对吗 张义忠死死盯着眼前 蕴含丹胎的丹药 浑浊的毛子里 透露出无法遏制的震惊之色 张义涵笑着摇了摇头 大哥 你别激动 听我慢慢与你说 随后 张义涵便将谭云的事情告诉了张义忠 太厉害了 实在是太厉害了 大哥 二弟我非常看好谭云 若有机会 你见到城主后 帮二弟把谭云引荐给城主 好 为兄记下了 只是城主前些日子刚刚闭关 如今军中的事务 由十二大尚将军掌管 还不知城主何事才能出关呢 只能带城主出关以后 大哥再把谭云引荐给城主 哼 这炼丹工会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城主命令他们五十年内 找到代替炼制极品发仙丹所需的仙药 可是却被一个外城的谭云炼制出来了 从张义忠的话里 不难看出他似乎对炼丹工会充满恨意 最后张义忠目录崇拜之色 二弟 还是我们大老爷目光如炬 允许谭云辞子进入到轩辕县城 但凭谭云辞子炼制出来了极品发仙丹一事 也能让我们大老爷 在所有的上将军面前出一口恶气了 张义忠口中的大老爷便是城主的大伯 如今的轩辕上将军轩辕浩空 轩辕浩空为人固执 与另外十一大上将军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 轩辕浩空是城主的大伯没错 但不代表他在军中能够一手遮天 因为另外十一位上将军 要么身份非比寻常 要么战功赫赫 都是不惧轩辕浩空的 而此刻很显然在张义涵兄的心里 谭云就是轩辕浩空的人 与旁张义涵出声附和 没错 另外十一位上将军处处针对大老爷 如今谭云炼制出了极品发仙丹 将来便可普及全军 谭云做出如此大的贡献 那我们大老爷也是功不可没 将来说不定有机会扶众后 登上大将军的位置啊 如今大老爷带兵出征 还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待大老爷凯旋回来之后 我们再将这好消息告诉大老爷 在此之前 我们务必要让谭云 不可将炼制极品发仙丹 所需的替代仙药 告诉给炼丹工会 这炼丹工会 都是另外十一个上将军的人 绝不能让炼丹工会 得到炼丹代替的仙药 走 你带我立即去见谭云 我想和他谈一谈 让他也不要将极品发仙丹 出售给另外十一个 上将军的部下 哦 大哥 现在谭云这小子还在闭关 不要打扰他了 闭什么关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自然是要尽快地通知他才行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 再过五十日 谭云便要和少将军段天德 生死决战了 所以 我们不能打扰他 随后 张义涵便将决战之事的 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这可把张义忠听得吹胡子瞪眼 哎呀 这小子简直就是胡搞嘛 那段天德已经是炼仙境四阶了 谭云只是伐仙境 在短短的五十日之内 就算他废秦忘师的修炼 也断然不是段天德的对手啊 哎 大哥 你也别瞎操心了 如今谭云宣战术以下 便覆水难受 希望届时能有奇迹出现吧 时光飞逝 一个多月以后 此时距离谭云和段天德 生死之战 只剩下了十天 宣元仙城内城军营 段天德跟随顶头上司 带领先兵与敌人开战 最终两败俱伤之后 返回了军营之中 进入军长内的段天德 一想起战事就郁闷地想吐血 属下李永昌 有事求见少将军 这时 一道恭敬的声音传入了段天德的耳中 段天德让李永昌进来 少将军 谭云没有抓来 还有 贾千福先生 被谭云杀了 你说什么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